柏拉图理想国 Plato the Republic 曾经有一位哲学家 20世纪有名的哲学家说过 整部西洋哲学史 其实就是在为柏拉图的思想做助教 多数人比较喜欢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给人一种 活泼 寻寻善诱的感觉 而柏拉图让人觉得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殊不知 你所知道的苏格拉底 全部都是柏拉图所写出来的 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学生老师不是教说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吗 其实学者到现在连 柏拉图是不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都不知道 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迹就是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控告 苏格拉底进行申辩 后来被判死刑 结果最后引毒酒而死 这整个过程 其实都是记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当中 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录都是以苏格拉底作为主角 除了一篇就是法律之外 那这么多篇对话录里面 苏格拉底的出现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第一人称 就是其实柏拉图以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第一人称来写的 例如我们今天要讲理想国 就是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这里面苏格拉底的叙述就是我怎么样 我怎么了 另外一种是用第三人称 这例如说苏格拉底要服读酒之前学生去看他那个对话 所谓Crito还有Fado这两篇还有一些其他的篇章 他的形式就是第三人称在叙述的 这两个会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是第一人称的时候 苏格拉底有时候会 其实就是柏拉图啦 有时候会表示括号一下自己的心情 例如说某某人跟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话 然后括号 我心里很惊讶 我很害怕 这种叙述 柏拉图安排这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 其实那个意涵是 当使用苏格拉底第一人称的时候 这是表示苏格拉底在传道 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所以柏拉图把这个传道者教育者的心情都写下去 让读者以一种 如果你是老师 你怎么面对 那如果是把苏格拉底作为第三人称 这比较像是我们面对一个传道的人 那我们现在就作为像是求知者 学生或求道的人 看看苏格拉底在怎么做 所以像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 这是用第三人称的 这让读者有一种感觉是 你看这个人怎么面对他的死亡 总之 柏拉图对话录里面都是苏格拉底 所以其实我们分不太清楚 到底这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不过学者大约有一个共识就是 柏拉图比较早期的那个对话录 比较像是在呈现苏格拉底的思想 到了柏拉图比较中晚年的作品 那就是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 在呈现自己的思想 那其实柏拉图的思想跟苏格拉底是一致的 只是苏格拉底没有讲到柏拉图的观念论 超越性真理的地步 但是苏格拉底也是认为真理存在 而知识是对真理的理解 有知识才有道德 在对于真理的信仰上 两者是一致的 讲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 柏拉图真的很伟大 伟大在哪里 那就是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成就 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写了这么长的对话录 据说柏拉图这个角色在里面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有出现过一次 据说那是 在飞斗篇里面 记了一句话 就是苏格拉底 要服读酒之前学生去看他 然后柏拉图生病了没有去 就这么一句话 柏拉图没有写秩序 或者你要说没有传下也可以 柏拉图没有自我介绍说我是谁 我的成长背景是什么 我读过什么学校 我教过什么学生 柏拉图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生命的记录 而他写 对话录他全部用的是苏格拉底 这表示这个人 完全全 不好明 他完全不担忧或顾虑自己的名字能不能传下去 他在意的就是真理 所以这就牵涉到第二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是对话录 而为什么不是像我们现在哲学看到那种论文的方式 这是早期文明 就是早期文明要追求真理 那你要教育别人就是经常是一问一答 你在解答别人的困惑 引导别人 这个时候学术还没有那么的理论化 那就像是论语 就是这样子的对答或问答体 等到整体学术变得比较成熟的时候 对话录这种作文形式就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到现代哲学以后 基本上就不太出现对话录了 除非这个作者有一些怀疑主义 甚至经验主义的立场 他就会有一种好像某人提出一个论点 然后另外一个人加以质疑这种问答 例如说像David Hume 就是休姆 总之对话录在古代是常见的 因为这是 不是把追求真理当成学术 不是当成你去学校的课业 而是指你的人生 你的生命 你要追求什么 它是知识也是行为 它是生命观 是宇宙观 是人生观 好 那第三点就是 书名叫The Republic 中文翻译叫理想国 可是据我们的学习 Republic的翻译叫做共和国 那如果你对历史的了解更多一点 共和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共和的定义就是 没有国王 所以如果两个人以上统治 这就算是共和 例如说罗马共和 那罗马共和 明明就是寡头 Origaki 但那还是叫共和 因为没有国王了 伊特拉斯卡人被推翻了 例如说中国周代有周代的共和 那什么叫周代共和 那就是周天子 暂时被赶走了 这叫共和 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民主共和 其实共和未必民主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据说柏拉图理想国的主张 是主张 哲学家皇帝 The Philosopher King 或哲学家国王 其实翻译成哲学家皇帝 是有点夸张 因为 雅典在那个时候 还不是帝国 还没有Emperor这个词 Emperor这个词的出现 知道了罗马帝国的时候 好 那么既然是哲学家国王 那这种主张圣人专制的观点 为什么叫The Republic呢 这到底要不现在解答 好 那个答案就是说 柏拉图讲的这个统治 是一个金字塔体系 在顶端的是国王没有错 但是精英 整体而言也算是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 他用The Republic 第四点 就是 很多人说理想国是乌托邦 那到底这是理想国 还是乌托邦 那我们就要先 注意一下 乌托邦这个词 或这个书的出现 其实是16世纪的时候 一位英国学者 Thomas Moore 写了一本书叫乌托邦 在这个乌托邦里面描述了一个岛 上面是一个理想社会 乌托邦的意思就是 没有这个地方的意思 Too good to be true 那根据这个词 其实学者就去追溯 整个西方有这样子的传统 就是好像在描述一个理想中的社会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理想国 博阿图理想国就被归类为乌托邦文学 但 我认为那不是乌托邦文学 因为所谓的乌托邦文学 是知道 现实是这样 它不能改变 它有一种 像是想要逃脱这个现实社会 去想象一个理想的状况 例如说在这边呢 人们都不重视经营财报 珠宝都给小孩子玩 那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幻想 但是博阿图理想国不是幻想 却被归类到乌托邦文学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觉得那是幻想 人们觉得 人不可能那么服从理性 人不可能这样追求真理 所以博阿图你讲的是乌托邦 再来 理想国这本书呢 是政治哲学 还是形上学 知识论或伦理学呢 首先要先讲的一个问题就是 政治哲学的兴起 其实是十六十七 十八世纪以后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什么 洛克啊 霍普斯啊 卢梭啊 孟德斯丘 这种 什么自然权 自然状态 社会契约 三权分离等等 也就是说 其实政治哲学是一个比较新进的产物 它并不是传统哲学 重视的范畴 在传统哲学里面 它基本上是归类于 伦理学吧 也就是道德问题 那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其实这种政治理论的提出 跟基督教末世 有一点关系的 那也就是说 人们想要为政权提出新的正当性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些新的政治哲学 然后演变到十九世纪 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乃至于法西斯主义 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等等 所以从十八世纪以后 政治哲学好像独立成一个领域 或者说政治学也独立成一个领域 不过政治学跟政治哲学不太一样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 政治哲学是哲学 是人文学 他们去追溯 用这样子的观念去追溯 然后追溯到理想国 不过整体而言 学者会认为政治学的开山祖师 比较像是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会讨论各式各样的政体 统治方式 然后所谓的比较政府等等 总之 其实理想国是不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著作 或政治学的著作 你要这样子讲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这样就把理想国看小了 因为对于 因为整部理想国要谈的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指正义 真理的存在 一个人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错误 同时试图去让真理能够实践于这个世界 那或者实践为一个政权的话 它的状况会是什么 所以这就接续到下一个问题 柏拉图很有名的洞穴预言 其实也就是写在理想国这本书里面 那这个洞穴预言里面讲的是柏拉图的观念论 在讲有一个完美的观念的世界 那人怎么透过理性到那个世界 那到了这个世界以后 又再怎么样回到这个现实世界来 跟他的同胞说有那样子的一个世界 所以其实这是一本非常好的读物 就是如果柏拉图的著作 苏格拉底对话录 你要选择来看 你要整体了解柏拉图的思想 那就选理想国来读吧 那他 他有一个很好的中文翻译版本 是联金出版社 以前国立编译馆主编的 翻译的人是以前台大外文系的老师 侯健 不知道 这个是大概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翻的吧 那他 虽然不懂希腊文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大缺陷了 他看了很多版本 不同的音译版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大的错误 同时 我得说 我觉得外文系的文笔 总是比念哲学还好一些 然后 据他自己说 他翻了这本书 翻了总共两年九个月左右 我觉得好幸福啊 就是 在那个时代当读书人 真的比较好 那我自己打算接下来使用的底本 其实跟这个侯健先生使用的底本是一样的 就是很有名的 Benjamin Jowitt 所翻译的 这大概是十九世纪末年翻译的 牛津 五卷 全几本 那 现在在网络上很好找 因为已经没有版权了 现在我们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书可以读 是数一大堆人们不读 如果你要读书 你真的就是应该要读经典 这是现在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例如说你读历史系 那二十四十你读过几本 不要说二十四十啊 四十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你真的有读过吗 也没有啊 这次通鉴更不用说了 但这也不是单纯是历史系的问题 例如说你是外文系的 那莎士比亚的剧 你到底从头到尾 看过多少 如果你是念哲学系的 你 你那些哲学家的著作 你真的从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的书有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 就是做一个基本的课程介绍嘛 例如说中国史啊 西洋哲学史啊 文学史啊等等 好 那你大学毕业了 所以这些东西没读过也算正常 结果接下来你进入研究所了 你应该要开始能够 进阶的读这些东西吧 也没有 因为你接下来要开始写论文 写论文就是选一个东西 尽量不要选太大的题目 不然别人会质疑你 不够专业 以前的人做过 所以你就选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你就算硕士念完了 你还是没读过这些经典 接下来你念博士 你就更不用说了 那如果你从事学术工作 你就要开始升等了 所以你的人生 到底还有什么时候 会重新把这些经典拿出来读 没有 None 除非你自己反省之下觉得 我还是得来读一读这些书 因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著作 这不是谁要你读 谁逼你读 好啦那 最后稍微来谈一谈 为什么要来录理想国呢 我自己第一次读理想国 当然是读中文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侯健的翻译本 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事啊 那个时候我大概 这样就透露年龄管他的 大概二十岁左右吧 那时候我还不是读人文的 然后 我当时读两本读物 一本是理想国 另外一本是论语 然后我从第一个字把它读完 最后一次读完以后 现在回顾起来 读完以后我就觉得 嗯 我相信真理 就这种感觉 不过当时的印象也是 很多地方都不太懂 一方面是那个对话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然后你很容易就进入了 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那个脉络 他就带你继续往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但你自己其实抓不带到 这整条线是怎么发展的 另外就是关于一些剧情的安排 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 那现在再去重读 就会发现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特殊的东西 不只是一般念哲学的人 看这种东西的部分而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读哲学的人 看柏拉图 注重的就是这中间的思辨 例如说 对方提出了什么质疑 苏格拉底怎么回答 苏格拉底的回答 真的有推翻对方吗 还是苏格拉底在诡辩 这样子的研究方式 会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那就是 这又不是录音档 这整个剧情都是柏拉图安排的 那如果你认为 苏格拉底并没有能力 真的博视对方 那为什么 柏拉图要设计一个 这么刁钻的问题 让苏格拉底自己难以回答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人们忽略了 柏拉图认为 自己的教育是有效的吗 他如果要讲的是 超越理性 超越现实的真理 他原本就知道 人们恐怕是 不太可能相信的 或者说 柏拉图本来就知道 真理是不可能充分 注意哦 充分被证明的 所以引用论语的话 你看柏拉图对话录 其实就在看柏拉图 知其不可而为而为 就是指 他知道人们不可能真的被说服 但是他用各种方式 间接向人们 暗示 证明 其实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好了 以上大约就是一个导论 其实我本来是 录这个的时候 就打算要讲第一部分了 结果发现光是导论 就讲这么久 现在的人不习惯听过久的影片 或录音 那最后再把今天讲过的几个重点放出来 我这个影片打算就是经典倒读 就是一句一句读 所以我没有 就是打算 例如说 很简要的直接说 理想国 没卷在讲些什么 因为这种简介的话 其实你在网路上 工具书 百科学书 都是蛮容易查到的 那 我想要呈现的就是那个对话过程 就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 怎么施教 怎么面对别人 怎么引导别人 这个传道教育的历程 那就讲到这边 拜拜